女司机高速路上突然实现变道 大货车好心避让 结果撞上护栏 造成40万损失不说 还差点丢了小命 然而女司机见状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事后更耻之言 车祸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交警找错了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点赞关注咱们接着往下看 2020年11月20日 湖南湘西一高速路段上 一辆白色的小轿车 在左侧快车道由东向西行驶 当经过一个路口时 司机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走错了方向 于是急忙向右打方向盘 直接实现变道打算拐进闸道口 但他没有注意到 此时有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车 正从他的身后开了过来 就在两车即将相撞的千军一发之际 或是司机赶紧猛打方向盘 紧急避让撞上了闸道口的护栏 所幸货车的制动还算灵敏 栏杆也比较稳固 没有冲下高架桥 不过由于猛烈撞击 货车司机当场就陷入了昏迷 然而最令人气愤的还在后面 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 不仅没有下车查看情况 反而第一时间就离开了现场 后来还是过路的其他司机 帮忙抱得紧 湘西叫警大队接到八万后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赶了过去 由于事故现场是下坡路段 而且处于两条国道的交汇点 来往车辆络绎不绝 大货车横载中间 很容易造成二次事故 知情人员迅速组织两队警力 一方面收散车辆 一方面紧急将货车撤离事故现场 与此同时 货车司机也被火车送往了医院 幸运的是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抢救 司机刘师傅并没有什么大碍 很快就粗醒了 后来交警调取了案发时的监控 辗转多地 终于找到了肇事逃逸的 叫车司机冯女士 只是在面对审问时 冯女士始终一副 事不关己的态度 甚至直言交警找错了人 女司机高速路上突然变道 后方火车刹车不及 直接撞上隔离带 事后司机陷入昏迷 女子却扬长而去 直言和自己没有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点赞关注咱们接着往下看 据冯女士回忆 案发着自己确实曾路过乡气高速 当时她和朋友一起准备到外地玩 经过事故路段时 正和朋友聊得火热 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 旁边有车火发生 交警知道她是在装傻充愣 于是没有多说一句废话 直接拿出了现场的监控视频 从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冯女士的白色小轿车 突然实现变道 货车为了避让撞上护栏 紧随其后的另外一辆私家车 也差点遭殃 而事故发生后 冯女士驾驶的白色小轿车 曾短暂地停留了几秒 根本不可能存在不知情 眼见谎言被戳穿 冯女士赶紧改变话处 说自己当时确实打算变道 但全程都没有和货车发生任何碰撞 就算出的车祸 那也是对方车技不行 说不定货车司机是开车时打盹了 没注意到自己的转向灯 或者车跟太近 车速太快 操作不当撞上护栏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而且高速路上来来往往那么多车 时不时都会发生事故 自己本来就不是爱揍热闹的人 不可能专门停下来查看情况 对于像冯女士这种意识不到错误 还要想尽办法推卸责任的司机 交警人员也很无语 于是当场教育为她扑法 交警表示 这起事故本来就是冯女士随意变道在先 虽然专方没有任何摩擦 但归根结底 护车司机是因为紧急避险才撞上了护栏 所以小车里应负全部责任 冯女士应该感谢司机的好心 而不是撇清关系 但凡遇到个让诉不让道的老司机 现在躺在医院的估计就是冯女士了 可惜不管交情怎么说 冯女士始终油盐不尽 坚称车祸和自己没有关系 女子高速度上实现变道 导致货车司机撞上护栏 损失四十分还差点丢了小臂 事后女子竟然假车逃逸 还埋怨是货车司机水平不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点赞关注咱们记得往下看 得知冯女士恶意甩锅 不愿意承担责任 货车司机也很无奈 要知道刘师傅的货车买的可是全钱 冯女士违法骗刀在先 就算老刘当初尽职撞向了她 也不需要承担个人赔偿 但老刘自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 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不顾自身安危 好心必让 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 赔了四十万事小 最重要的是对方竟然不知道感恩 甚至把过错全部推到刘师傅身上 好在老刘命大没有跌下高价桥 要不然真替自己觉得不值 不过老刘也不愿意计较那么多 只希望冯女士能够意识到错误 从这件事上长个记性 咱这车紧不进 四十万 不要 才四十万还能买 她的土药断了 烂了 那四十万她能买头 完全不退 这个习以刘师傅的大度 并没有换来对方的自我反省 冯女士始终都是轻描淡起了一句 车货和自己没有关系 自己当初只是想变道过去而已 后来她还把责任归结到天气上 说当时误大 自己没看清后方的车辆 企图用各种理由门哄过关 但无论她怎么狡辩 法律都不会纵容她这种无视交规 漠视生命的行为 最终交警对方女士做出了罚款三百元 扣三分的处罚 并赔偿对火车司机造成的四十万损失 事后许多网友都觉得 这样的处罚太轻了 毕竟像方女士这样的安全隐患 若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对公共秩序仍会存在威胁 但愿经此一事 冯女士能够吸取教训知所就改 也希望大家可以以你为戒 遵守交通规则是上路最基本的前提 也是一个人道德好坏的体现 不要因自己的无知 让别人来买单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